我是彰化惡靈人 然後在南科工作 我是從小在西州長大 那我目前的話是在台中從事金融業的工作 我是彰化西州人 然後現在的職業是音響工程師 住在台中 我家剛好是在惡靈下偏向下地方 對啊 因為我家烏龍 火龍果 花生 然後水稻 到大學還是會回去幫忙嗎 應該是我對他的印象是 他在北農當總經理 那時候好像新聞都罵得蠻慘的 那你知道他這次選你們家的嗎 他選我家的 我不知道 因為他在北農的時候才會 才知道他 那我反而覺得危機就是轉機 一件事情的結束不代表就是全部的結束 而是另外一件事情的開始 所以我自己也在等 有那個轉機讓我 有沒有機會可以回想 對 我知道另外一個 那你知道他做過什麼事嗎 我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他們家的人做了43年 他們覺得現在房子長這樣嗎 正在蓋 有人家房子可以長這樣嗎 我也可以出來選嗎 心裡會覺得說 你們家長期的霸占這些資源 但是卻沒有為當地的居民爭取一點什麼 那我們把我們的選票投給你 這是我們想要看到的嗎 我一直以為那是中華電信要蓋 拓展中華電信業務的一個地方 很傻眼啊 而且又知道他是台塘地的時候就更傻眼 第一次聽到Win你要選的時候 我的心中疑問是 真的拚得過嗎 不知道耶 都是用網路上在操縱一些輿論 對啊 就變成你攻擊我我攻擊你 我連投票都不知道 可能比較不會去主動去接收這些資訊 雖然說這對我們其實影響蠻大的 因為哪一黨執政就是風格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投票之前我還是去稍微看一下 就這些人都做過什麼事情 再去做出自己的決定 因為上一次的選舉 剛好有搭到反送中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段期間大家會非常焦慮跟害怕 怕我們變成下一個香港 那一直到現在我覺得大家過了安逸的四年之後 會對政治議題的那個關注度降低很多 我就是很緊張啊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政治冷漠 所以說欸 投誰都一樣 或者是不干我的事啊 反正沒有我這一票也沒有差 但是如果大家都這麼覺得的話 那該怎麼辦 有 我每次都有回來投 對我來說 平常 就已經夠不關心政治了 那 當 我們唯一跟政治最靠近的時候 就是選舉 這個時候我們還不把 時間騰出來 就是我如果不去投票 就是再浪費民主這件事情 有機會嘛 可以選出你至少自己覺得 你喜歡的那個 他的政策可能有吸引到你 會對你的未來可能有幫助 或是你想要看見這地方有改變什麼 大家好像都忘記我們今天能夠投票 是因為我們的錢人付出了多少努力 跟犧牲了多少生命才換來這張選票 而且我的家人都還是住在彰化第三選須 我也是從小在那裡長大 所以我要回家投票 你現在不積極參與選舉 你很難保證以後我們還有辦法再實施 民主選舉這件事情 不要等到以後真的做不了 才來說 啊我們以前有可以選舉 現在都沒有了 有空就回來投 我覺得不應該放棄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會再選擇 我們不會再選擇 中共還真能為